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松鼠科技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免费的一个放强方法 也是免费的SSR节点也是一个供应机场 上面呢 咱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优缺点 优点呢 就是完全免费 而且速度也很快 节点也很多 然后不限这个流量和这个市场 缺点呢 就是节点有可能不能使用 这个需要自己大家就是自己这个挑选一下 另外呢 使用环境呢 它需要一个翻墙的环境 也就是说你没有翻墙的话是打不开的 所以需要一个这个 需要一个这个翻墙的一个中转 只能这个翻墙过后才能打开这个网址 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咱们松鼠科技 网期内容的一个这个 清单 它这边一共分这十块 下面咱们看一下 这个电脑端科学上网 目前来说有25个方法 然后这边标注颜色的呢 是我这边推推荐的 推荐呢 是就是商量来说我使用的比较好用的 这个仅限于就是我个人感觉不错 因为这还有其他方法 大家可以自行尝试一下 其他的像这些方法 我就一般都测试了 两到三天 可能有很多功能 也没有介绍权嘛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然后这边第一个呢 是这个789vpn 是这个破解版的 一直比较好用 然后昨天有朋友说是不能用了 但是我测试了一下 这个还是可以用的 大家可以卸载一下 重新安装一下 再试一试 然后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4k的这个机场 机机机场 这个使用的也可以 另外就是这个mac vpn mac vpn 使用的也可以 这个是这个电脑端的 另外就是再说一点这个稳定性 关于稳定性的一块呢 就是这里标注稳定的 一般都是官方提供的免费节点 速度呢 大家自行测试 这边破解版的呢 一般网速都比较快 但是这个 有可能过一段时间都不能使用了 所以这个结合这个网速和这个稳定性 大家就是自己把握 这边是这个手机端的 目前来说有22个方法 这边标注的有4款 第一款也是这个789vpn 然后这边第二款是自由鸟 第三款是这个蓝灯 然后这边是前三款都是破解版的 第四款这个是雷霆加速器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他是推 推荐15个人 或者这个永久免费的一个账号 他这个绑定呢 就是推荐了他的这个 嗯 他不绑定账号 而绑定这个机器 所以大家注册的时候 就是推广人的时候 可以这个作弊 使用那个手机模拟器 然后我在那个 嗯 软件合集里面 有这个模拟器也比较好用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看一下 可以这个下载一下吧 另外这是上工上网办公技巧的 这一些主要是一些这个嗯 看这个vip视频怎么下载这个视频 注册网盘 然后还有一些聚合类的一些工具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导航导航的一些垂直网站 然后免费观看奶飞的方法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这个清单 这边有链接 直接可以点进去 然后这个是朋友做的国内的一些付费的一些课程 主要是得到喜马拉雅 网易云这个国内的一些付费平台吧 整体来说课程很多 这个价格也不贵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加一下 下面咱们回到这个 咱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这个是他的 这边再说一下这个经典软件合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点开一下 咱们把这个机场系列介绍完之后 会介绍这个经典软件的一些合集 大家现在可以这个点开 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了解下载一下 下面呢 咱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节点 咱们打开 浏览器 然后咱们输入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地址 他这边有一个这个免责的一个申请 然后这边有这个最新的一个通知 这边是客户端的一个下载 在他的一个地址 还有这个备用的一个地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些节点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节点 看一下 节点是很多的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 就这一个就42个 42个节点 这个是6个节点 前面还有两个节点 也就是有5050多个节点吗 整体来说就是我测试了有五六个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比较多一点 他这边有这些链接和这个 还有这个捐助的一些信息 还有一些这个留言 大家如果这个 嗯 条件允许的话了 大家还是捐助一下 因为他这边做的是这个工艺机场 整体来说速度也也不错 大家需要这个支持一下 下面呢咱们就测试一下吧 测试一下 嗯 因为我这边目前来说连的是这个 用的是麦克 咱们打开一个 然后之后把这个给关闭 咱们试一下 先打开一个标签 咱们先 是这个美国的吧 然后我这边开一下这个pc模式 然后咱们扫描一下二维码 会发现扫描不出来 扫描不出来的话 咱们复制一下这个地址 咱们从这边 咱们从这边 从这边导入 大家看一下美国付费的这个 美国A3付费 咱们切换一下这个节点 他这边不知道怎么什么原因啊 这一会儿 给打不开 就是二维码少不上 啊 这就是这个节点 咱们试一下 咱们需要把这个麦克力关一下 把麦克力关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边已经没有出了这个小飞机 其他都没有没有开什么东西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节点 刚才4的这个节点 咱们输一下这个4k 大家看一下这速度还是很很快的 咱们点 好这边已经这个打开了 咱们看一下 那这边 咱们看一下他这边默认是这个720p的 他这个是根据这个网速可能是自动更新的 咱们快进一下 试试 大家看一下这个快键也基本上就是比较流畅了 咱们再试一下 成体来说就是还是很不错的 他这边就是你快键的话 他稍微就是转几圈 下面咱们就关关闭一下 咱们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页面 咱们进行一下这个总结 就是整体来说呢 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供应机场 就是整体来说是很不错的 一个它是完全免费的速度也很快 然后节点也比较多 不限流量和这个不限时长 然后这边测试呢 就是白天的时候你选对节点了 是很很快的 也就是说你到晚上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你浏览网页 看看这个简单的视频 晚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缺点呢就是有可能就是 呃 今天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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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